我国和越南签署合作备忘录探讨在越南的平阳省和北宁省的拓展计划 推进月薪工业园的发展 今年欢庆20周年的月薪工业园由我国和越南的联营公司组成 并已在越南设立了7个工业园 包括副总理张志贤在内的两国领袖都对项目给予高度赞扬 认为这是新月经济合作的象征 7个位于越南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月薪工业园 获得的外资投资额高达90亿美元 并创造了超过17万个就业机会 经过了20年的营运 月薪工业园已经成为两国良好关系的指标 我国盛科工业是率先进入越南市场的亚洲发展商之一 越南攀上价值链 工业园也转型为综合城镇 吸引更高价值的工业和更熟练的人员进驻 在月薪工业园20周年庆祝活动上 联营公司也宣布 正在探讨把平阳省和北宁省两个工业园的面积扩大20% 计划目前正在等候可行性测试和审批 感谢观看